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越来越不清楚 头痛问题会时好时坏 和喉咙问题儿子难以说话 全身乏力 现在有时更会头晕 妈妈昨天确诊为鼻咽癌初期 医生说要电疗 如果严重就要化疗 但我不希望妈妈56岁还要做治疗 怕她会更趋弱 想问一下 原始点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鼻咽癌吗 新加坡团队回复 学习原始点医学 首先必须要懂得分别什么是老 什么是疾病 原始点医学是以疾病作为诊疗对象 而非老 在临床上 原始点施症这两者并没有因果关系 鼻咽癌是异常形态的果 是属老 也不是导致症状的原因 所以 鼻咽癌并非诊疗对象 真正要处理的是您提到的各种症状 您妈妈之前 在原始点中心按推了大概半年后进展不佳 如今头晕 头痛 眼睛 喉咙 耳后肿痛等 问题不减反增 这时 就要考虑中心志工的理论或手法 是否有跟上 及患者是否有配合到位 不失丧的按推 不但不能解症 而且还会加重体伤 导致更多症状 如果目前耳后放原始点部位有肿痛 那就不适合按推 可改为温敷厚 加轻柔 等好了才按推 同时您家人 也需要熟读原始点理论 及学手法 如此 才能在家时 也能帮妈妈处理 把原始点方法融入到生活中 按推方法 身体放松 手不着力 由轻到重 由浅入身慢慢按进去 按完后 患者感觉舒服得到解症 表示手法精准有效 要是感觉很痛苦 解症效果差 表示手法不到位 需要找合格志工指导 按完一定要温敷 您提到目前 目前全身乏力 这情况属重病 重病处理 应以补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电方法为辅 逆热源使用 建议有机浆 以确保浆的品质 您母亲的症状都在头部及颈部 按推需注意在头部和颈部原始点 也必须温敷 按推部位 以改善局部的热能不足问题 加速体伤的修复 眼中不太能动 若按推踏出无效 可在周边找出痛点 揉开加温敷 除了姜水洗眼睛 也可以尝试姜粉喷底 增加热源辅助 可参考手册里的姜汤洗眼及姜粉喷底腔步骤 请参考重病处理篇 了解细节 只要依需重病处理方法 去做及提升手法 必可改善您母亲目前状况并且康复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新加坡回答非常好 都有提到重点了 所以我没有好补充的 就以这样的回答当标准答案 感谢这个志工的回答 就这样